正所謂以毒攻毒 是嗎?是因為他有 賭仔對付賭仔就要用賭仔 賊仔對付賊仔就要用賊仔 你說戒毒要不斷地賭 賭到他就掉了 就跳樓了 最後賭到渣都沒有就跳樓了 你以為泰哥可以反抵 現在他在 人生第四階段 他在馬會以外一個顧問戶口 顧問戶口? 截截領先 傳喜信 即是跟細何先生開始有點懶惰 截截領先傳喜信 德哥一聽到細何先生的眼睛 好像有點懷面 因為他現在都是投資在一些 接收了細何先生的戶口 德哥現在都是對於 跟商台有少許關係的 很有鍾情 但是沒有識的 馬會戶口為什麼沒有識的 馬會戶口為什麼會有識 馬會只抽起水 於是要給我 我等這麼多錢在這裏 應該要當一個銀行儲款 吸引投注戶口 即是你一來也好 一來也好 一萬元到一百元 我現在這麼多錢在裏面 我不懂得怎麼投注 每個馬會都很多錢在裏面 馬會遲些可能有機會 像銀行那樣 如果你的戶口放了錢 很久都沒有動 他就會打電話給你 你再不投注 我扣你五條 因為銀行那些 你的戶口沒有動 所以德哥可能有些叫做冰凍戶口 第一沒有動 第二不夠錢 不夠錢 你知道香港現在馬一Q都會浸 即是水浸 投注戶口如果是零 不是罪過 銀行的戶口如果是零 就罪過 投注戶口只有零 零就是我給你了 那就是差勁 當然要貢獻 馬會不會看到你是零 會覺得不開心 最善事你放兩元進去 阿哥 可能放了一萬 剛剛一天之後輸了 所以馬會很喜歡看到你的戶口是零 輸了你入錢 馬會最怕你的戶口 馬會是何時會凍結你的戶口 贏得多錢 贏得多錢 有可疑的錢 沒有 他說你有可疑 現在入賭場不給贏錢 是不是你撥那個 什麼 有個贏十億的鬼佬 那個鬼佬是我來的 阿通又撥了 你又撥了 你又撥了 我沒有撥 我沒有理由自己撥自己的新聞 1986年開始 然後到了2007年 贏了十億美金 那個方程式其實是我寫的 不過我為了免得出真樣 我看這些方程式 我都不敢去看 不敢去看 不敢去看 那你可以不可以簡單 在這個節目裡面 給你兩分鐘講的方程式 那方程式很簡單 最主要就是一定要 星期三天我們就要講 最主要就是要鬥贏馬會 抽水的百分之十四 我訪問裡面也是這樣說的 是啊 即是怎樣套凳來的百分之十四 沒有套凳的 如果馬我計算出來的賠率是五倍 馬會開的賠率是三倍的話 我不買 但如果我計算出來的賠率是五倍 馬會是七倍 那我買馬會的賠率 即是算出來的賠率 一定要賠率是我覺得的勝算會高 馬會的賠率也好 即是你有部初級店 即是馬會就拚實了 給你七倍 對了 即是好像剛才 即是你等馬會拚實 舉回剛才一個最好的實例 剛才我有一個賠神朋友 剛剛在拉斯維加斯搭地鐵來 30%是J 對 50%是King 沒錯 不是J就是King 不是J就是7 然後那個拉斯維加斯搭神 一來到就說 阿蔡講英文的 Hello蔡 Long time no see 有什麼好介紹的 他說 6點鐘有場球 Very good 我說什麼球 他說 武理藍聯隊全北汽車 他就是看油線 真的在讀太深了 武理藍聯是which country 不理藍聯是 11點級 泰蘭 我說全北汽車 我就知道 賭神是韓國 他說 這個韓國全北汽車 就打這個亞洲冠軍聯賽杯 作客讓人 我賭神泰哥 就叫我買全北汽車 他說Oh no 阿蔡告訴你 我們收到了 就是這個全北汽車 只是帶了14個人過去泰國踢球 我說14個人 出場都11個 省下機票錢 這麼省 就是想著自己贏 信心帶 不是這樣 他們想著省錢 其實就是這場播輸 這樣 其實是沒有錢 所以他們買了對價 去泰國做客 阿蔡我告訴你 一定要買武理藍聯 這隊 獸養劍主場 這隊煲垃圾 你別管 數據就是這樣 最後的結果 就是武理藍聯 3比1 這個賽果 正正是顯示 究竟 你那些資料的分析 譬如說 帶了14個人過去踢球 那隊 就是輸的比率會高 然後 當天天氣超過35度 韓國的人 比較北 將數據加進去計算 其中一個 我先是說這件事 我跟外圍佬說 南韓洞 太多熱 你不要大聲說外圍佬 你不要犯法 說這件事 他的綽號外圍佬 他才說這件事 我馬上有信心 我基於 你的外國朋友就是我 我基於 以前有個加拿大朋友說 武理藍聯很厲害 因為是泰拳 講泰拳 其實他的腳很厲害 很厲害 因為他們跪玻璃 滾木 所以很容易拿紅牌 對玻璃就輸了 因為踢斷了人 他的腳也沒有反應 紅牌出場 立即打少一個 泰拳很厲害 然後那個人 提出你剛才的觀點 南韓冰冰 泰國熱 32、34度 你怎麼去踢 然後4、5度 他說買得過 買了 沒有你南韓 因為收到 只有14個人去 三個論點 主場 受讓 聽起來都害怕 沒有信心 你們剛才投了多少錢 我那個賭神 就把 回到美國那張機票買了 買了 我的賭神 正正在我左邊 這位 這位就是收了數據 他再次不分析 恭喜你黃哲澤 所以 賽馬的方程式 其實是把一些 他覺得可信的數據 加進去 看齒複雜實 如果大家認識Excel的話 Excel就是打表 我和德哥這些 Excel也是白癡 Excel的好處 就是說 在那一格內 你到最後 可以將 C1加C2 加C3 加C4 那一格 就是最後等於那個 當C1 C2 C3 C4 任何一格有變動 都會影響 那一格 你擺放方程式的結果 其實類似 就是那些東西 你將輸入 比如說 有一隻馬 叫做何亨寶寶 然後輸入 幾多歲 男性 還未淹 有沒有交配 有沒有J 那些什麼環境 那些基本 比如說 他近這五次 輸的馬位 有一個數據 近來有游泳 沒有游泳 有食招 沒有食招 有J沒有J 有按摩 沒有按摩 或者有市集 沒有市集 把九萬多個數據 漢字複雜 但輸入之後 在那格內 最後就按個按鈕 Enter 然後打出來 勝出比率 99% 應該推薦的賠率 是七倍 馬會開五倍 馬會開五倍 不買了 馬會也自己知道 太熱了 可能是99.9% 如果計算是超賠率 你計算是七倍 馬會開十一倍 不是 應該贏 買 然後就賺到馬會 當然不是注注買 計算是一棍 這樣 其實聽這幾分鐘 我們今天節目可以完 沒錯 現在去馬會 十億美金 十億美金 但他最誇張 我最誇張的是 有1.18億的3T 中了 我不會拿錢 還要寫信去馬會 我中了3T 不過我不會拿 你捐去慈善 幾吋 1.18億 1.18億 我離開香港的時候 都要用160萬 分開很多注去買 因為他已經凍結了我的戶口 因為我贏得太多 真的說回那句 剛才說 贏得我都害怕 馬會回來 剛才那個武里藍聯 都說他贏得害怕 他這麼準確 十四個人過去踢球 他都收到資料 沒得說 沒得說 一定是賭神格 今天我們定性 不講娛樂 不講政治 純粹賭博 所以電話很快響 我先關掉 我先關掉 說這些賽馬會贏十億 才會吸引到一些人 然後有些武 你都沒有說過 究竟是什麼秘方 你只是說 C1C2C3C4C5 C5是什麼才可以的 結果你又不說 你是賣個Excel票給他 他那個方程式裡面 究竟牽涉幾多項 幾多項計算出來 其實馬會都在計算 你按下去馬會的網站 他會有速勢指標 也有賽事分析 又或者沿途走位分析 其實那些都是每一項都是數據 譬如說計算 這隻馬 然後跑這個路程 又加他幾多分 跑這個路程又扣幾多分 但是分析裡面 除了一隻馬之外 其實跑馬另外一個騎師也很重要 騎師是不是也是有一套的數據 騎師不是跟他合作的比率 可以有一個數據 譬如說 莫雷拉騎巴基之星 騎身也是打柴的 扣分 然後就 布爾學騎一次 即贏 加一分 然後就說 咦 原來這隻馬 低於120磅 勝出率 即入三價機率 又多少 又加多少分 然後 背133磅 就多數是打柴的 第四都沒有 靠分 其實都是計算的 你有沒有一群人 去輸入這麼多資料 可以控制得很好 所以讀統計 讀物理 那些人 他們懂得寫方程式 那些就算出來 那坊間不只是馬 其實 很多 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 有些是做開金融做投資 做做下就自己走出來 然後 三個都是這行的人 一起設工 然後三個人 搭一大塊錢 然後就寫一條方程式 那個方程式 類似是無人駕駛的 大家很多的訪問都聽過 何謂無人駕駛 就是他們有一個方程式 軟件 控制 然後看著每天的股 譬如他負責監控一千隻 一千隻入面 當任何一隻上升10% 或者是跌10%的話 就做某些動作 如果譬如買了之後 又再上升5% 然後就扔了 又或者是跌的話 又扔了 又或者再買入 之類的 其實都是寫了一些動作 譬如何亨走前一步 我就中他的弟弟 何亨走前兩步 我親他一口 那全部都是一個預計 不過你有沒有好心機 去夾一塊這樣的錢 寫這樣的方程式 接著就撇開人為因素 純粹電腦運作 見數字就買 對數字就買 總之就不要說 我很喜歡這隻30 我很喜歡1716 然後 我喜歡那隻股票 我就買了 沒有喜歡不喜歡 動 就放下去 跌 去到某個位置 就剁它 類似這樣 毫無人性地做 但外面有很多人在做這件事 是活動的 當然有些輸到釘蓋 不知道輸的原因是什麼 不過有 是不是這樣計 德哥 不當然 這個永遠都是挑戰 利用這個數學 統計學來贏大錢 這些就是總結 好啦 我就今天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就說完了 我就要收錢 我就要收武里藍 我們剛才剛剛一開始 沈大師都是做 沈大師都是做 沈大師都是做四百五元 每集都是一個小時 沈大師背後講一個故事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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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